現在想看什麼模樣 嘩,開啟! 嘩,看起來很棒 大家好!又是我聲稱跟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天氣這麼冷,我做了一個小煲飯跟大家吹一下水吧! 我昨天做了排骨,大家繼續留意我往後的視頻吧! 我這個排骨,酒樓點生排骨有專業講解 今天下午又做了鳳爪,留一點點 晚上就做了鳳爪排骨飯吃 這次做了小煲飯,重點是放在飯裡 還有小煲飯有什麼竅門,還有小煲飯豉油怎樣製作 做小煲飯一定要有些比較肥、濃味的食物才好吃 喜歡吃臘肉的就放些臘肉,喜歡吃臘腸的就放些臘腸 我這條臘腸也是今早做一吃的時候,順便蒸好 現在攤凍了就切片 這些鍋子都是一般嘉賓店都可以賣的 我們買到回來,第一次用就洗乾淨它 然後第一次就煲一煲滾水,讓它適應熱度和洗乾淨它 煲滾飯當然不少米 米都很重要,我們做煲滾飯或是蒸飯 我們盡量用新米來做 新米比較有米香和咬口 我們大半碗,即是一碗米 差不多一碗比較少的水 我們做煲滾飯都要看看表面的材料 今天有排骨和鳳爪,我們不需要加太多水 還有一樣要跟大家說 我們以前酒樓 大家不同部門,用米的吸數都不同 我們廚房用的米,會比點心部或是燒尾部的會低一點 點心部和燒尾部用的米會比較漂亮 還有以前的點心部,一定是用電飯煲去煮飯 不會蒸飯的,為什麼呢? 因為用電飯煲煮飯會比較香的 還有用美的米 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全部蒸飯的 很少用電飯煲去煮的 那這些米我們先洗掉 我們慢慢洗兩次 洗兩次之後,我們現在就加水了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我們中國人做米的菜式呢? 一定要洗米的 外國人 煮大利飯、西班牢海鮮飯等 那些米也不用洗的 但是 我們以前做點心學師的蒸飯 那些米我們都會洗的 我們不洗米會被人罵的 剛才一碗米,有這麼多水 我們現在涼了這麼多水 我們倒一點出來 我們放進去 放了水之後,盡量移平 然後放進去烤箱裡 我們開個中細火 慢慢將它加熱 一個煲仔飯我們要煮多久呢? 全程我們要煮三十五分鐘 我們今天有排骨,有生料,有鳳爪 我們那些材料要什麼時候才下呢? 我們大約煮十分鐘 水滾,差不多收水 那我們再下材料 這段時間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材料 就是現在下的 是什麼呢? 臘腸 我們在旁邊 輕輕放少許臘腸在鍋邊 讓它能夠發揮出豬油的作用 煲仔飯的飯底會有少許油 我們以前在外面做的 就會放少許豬油 直接放少許豬油 放少許豬油在一起煲 現在在家裡就不需要了 又健康一點 煲仔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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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材料拿出來 我常常說 煲仔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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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煲仔飯就放少許多汁 煲仔飯 煲仔飯 就放少許 汁就不要浪費了 就放進去 做煲仔飯 我以前在家裡 很好吃 煲仔飯很厲害 尖沙咀 普立行 後巷的大排檔 開煲仔飯 煲仔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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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 跟師兄弟下班 去廟街 廟街的煲仔飯 炭腦煲 煲到一條街 廟街也是 廟街還有一條很特色的食物 就是煲海鮮 80年代初期 廟街有很多 放了一份海鮮 螺 蜆 蜆 要一份 就用一個大桶 立即放進去 就在那裡煲 很有風味 正如那些臘腸 炭的豆豉 紅椒 一起放進去 這個時間 吸蓋 收慢火 慢慢焗多它 十多分鐘 發水 蒸汁 最高每一個 slut 每邊每面 輕輕去先把小鍋也移 讓旁邊的椒有個飯香出來 做一個煲仔飯師傅 不單要控制飯焦 以及控制食材的生熟程度 生料、熟料有不同的材料 例如煲仔魚飯、牛肉飯、豬肉餅飯等 所有材料都會有不同的 放了材料,約12分鐘左右 現在煲仔飯全程都差不多20分鐘 這段時間就可以關火 不要開蓋 放了材料之後就不要開蓋 這段時間我們就等它慢慢焗 焗多10分鐘 煲仔飯正在焗的時候 我們就做了煲仔飯 準備乾蔥頭、芫荽頭、蒜頭 先用少許油爆香 芫荽、蔥頭、蒜頭、蒜頭 用相同大小的碗 醬汁 醬油和水的份量整體是要1比1 怎樣為1比1呢 譬如半碗水 我們就調成半碗的醬油 現在加醬油 也要加醬油 可以加進去 可以加醬油 大約1,小鹽 可以加醬油 這裹這樣這樣 這樣,配點白醬油 再加約1茶匙的花糖 乾蔥蒜也有香味,這時候我們把水倒進去 然後把水和糖倒進去 水滾至少,加1茶匙的蠔油 讓整個鍋子飯豉油的味道更好 聞到很香的香味,水已經滾了 這段時間,放上剛才的混合豉油 稍為煮至有泡,就關火 大家看到,有少許泡,馬上就關火了 煲仔飯豉油做好了,煲仔飯豉油一定要夠顏色 做點心蒸飯豉油沒有顏色和偏甜 煲仔飯豉油一定要有顏色和香 煲仔飯豉油沒有顏色和香味 煲仔飯豉油已經完成了 我自己也很心急,想看看有什麼模樣 嘩,開了 嘩,看它多棒 煲仔飯剛才焗了10分鐘,很重要 在這段時間,在淋食之前,先把醬油放上去 這樣就OK了 如果大家想吃香一點的飯豉 可以加多一點臘腸,後來再烘一烘,就會更加香 這麼冷天時,煲仔飯豉油就不少了 如果喜歡吃飯豉油的網友,就加多一點臘腸 讓飯邊的油份更加,飯豉油會更加香 最重要是煲仔飯豉油,一定要夠顏色夠味 喜歡吃排骨的網友,就訂閱職人追蹤的頻道 喜歡吃鳳爪的網友,當然要看我秘製豉油蒸鳳爪的視頻 之後就會推出 多謝大家收看,我急不及待,先吃飯 下個視頻再和大家分享,拜拜 喜歡就給個讚,訂閱我的頻道,幫我星星分享一下,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拜拜 拜拜